大家好,我是诺记 经过这几个月对制度框架的梳理 有了制度这个大的指挡在 再来给他梳理之夜,也就容易理解了 从今天起,我们来讲中共的权贵家族 先讲邓小平、陈云这一代的八大元老家族 再讲江泽民、李鹏、朱镕基这一代的权贵家族 他们有的上马,有的下马 但中国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都掌握在他们手里 不管是上马还是下马,毫无疑问的是 资源、财富的掌门人都只在红色后代 这个极小的圈子里流动 外人不可能上位,更没有机会分享 毛死后,中国逐渐从极权体制转向威权体制 当时的中共有八大元老掌权 他们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王震、杨尚坤、彭真、薄一波、宋任琼 邓小平是党委、军委当家人 陈云是财政当家人 李先念是政协当家人 王震是中央党校当家人 在军队有极深的关系 杨尚坤执掌军队 是邓小平在军队的代理人 彭真是政法委当家人 薄一波曾是财政部长 跟陈云一起主管经济 还是华北局一把手 在军队也有很深的关系 宋任琼是中组部部长 主管人事任命 他们平反后,年纪都很大了 但又不愿意退位 所以1982年 邓小平弄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 说是给国家大政方针当顾问 事实上是 没有他们的拍板 任何政策都不可能落地 虽然站在台前的是胡耀邦、赵紫阳 但真正掌握实权的是他们 从设置经济特区到包产到户 从利改税到分造吃饭 从价格双轨制到走私成风 无不体现着他们的决策与博弈 今天,我们先来讲邓小平家族 大家都知道 邓小平第一次被打倒是在1933年 一年后复出 第二次被打倒是在1966年文革时 73年复出 第三次被打倒是在76年四五运动时 77年复出 任党委书记、军委主席 开启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开放 而先富起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些包括他的儿女在内的高干子弟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 展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后 1981年6月 邓小平主持了十一届六中全会 在这次会议上将经济建设定为基本路线 也是在这次会上 他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 跟慈禧搞过渡立线一样 为了保证干部队伍表面上的年轻化 知识化、专业化 1982年2月十二大上通过的中共党章章程规定 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 中够委委员需入党40年以上 在党内有深厚的资历 就着人来画条件 不就是萝卜岗位吗 美其名曰将其作为废除领导干部 终身制的过渡方案 中够委有一条原则 就是不干扰新班子的工作 特别是人事安排问题上 可事实上是 从国家主席到总理 都是八老拍板 同意了才能上 尽管这些元老都退出了政治局 但没有实权的现任领导人 还是要向他们汇报工作 听取他们的意见 甚至由他们拍板决定 在中共八老中 邓小平、陈云、李先念 是实际的当家人 邓小平有决定权 陈云有否决权 在十二届一中全会上 邓小平当选为政治局常委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中共委的成立 拉开了中共八老治国的序幕 直到1994年陈云的去世 以及邓小平因健康原因 退出权力中心 中共的老人治国时代 才得以结束 有了这个时代背景 权贵家族之间复杂的关系 就更容易理解了 现在我们来讲邓小平的家族 1904年出生的邓小平 结过三次婚 有五个子女 第一任妻子张希元 死于难产 张希元出生在北京附近的梁乡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 认识了从法国转到苏联 并在中山大学学习的邓希贤 也就是后来的邓小平 1928年 24岁的邓小平 与22岁的张希元 在上海结合 1930年 张在生产时难产去世 第二任妻子金为应 原名金爱卿 浙江代山人 1931年 在江西遇上了邓小平 并与其结婚 1933年 因为邓被斗倒 今与其离婚 第三任妻子 卓琳本姓浦 云南宣威仁 1937年 在延安通过找对象的方式 与邓结时 1939年9月结婚 育有两男三女 关于邓小平的五个子女 我们先来看官方媒体是怎么说的 长女邓林 1941年出生 第一于中央美院国画系 一级美术师 中国国际有益促进会副理事长 常任理事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长 长子邓浦方 1944年出生 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原子和物理专业毕业 大学学历 十一届全国政协副主席 党组成员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会长 四女邓南 1945年出生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 曾任中国科技部副部长 一直担任 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的理事长 三女邓格 笔名萧荣 小名毛毛 1950年出生 毕业于北京医学院 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 曾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三等秘书 驻有我的父亲邓小平和我的父亲邓小平 文革岁月 幼子邓志芳 1952年出生 曾就读于北京大学物理系 赴美留学 或罗彻斯特大学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 学成后 在荣毅人力腰下进入中国国际性拖投资公司直属的中信新业公司 任副总工程师 孙子邓小弟是邓志芳与刘小元 1984年在美留学期间所生 美国国籍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 2008年 杜克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毕业 后在纽约一家律所工作 改姓奶奶卓琳的卓姓 英文名字David Buar 接下来我们看在报道之外 邓氏子女到底在做什么 长女邓林 1955年从巴一小学毕业 进了北市大副淑女子中学后 改名为北市大副招实验中学 上中学不久 邓林就得了12指肠溃疡 严重到半年出一次血 身体非常不好 后来在邓小平的推荐下 上了中央美术学院 学国画 文革时邓小平被打倒后 他就去了河北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 招他回京参加工作分配 他被分配到了北京画院工作 同年 他与毕业于湖南衡阳矿业学院的 青年干部吴建厂 相识结婚 邓小平上台后 邓林于1986年 调入国画研究院任专职画家 历任北京画院花鸟画创作室副主任 中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因为邓小平长女的身份 邓林经常在全球各地开画展 且经常有人为了讨好邓小平 而高价买其画作 邓林丈夫吴建厂更厉害 依靠着邓小平女婿的身份 打造了有色金属王国 旗下公司有武矿资源 武矿建设 银建国际 武矿发展等 吴建长 1939年6月出生 于1964年毕业于 衡阳矿业工程学院 县南华大学有色冶金专业 1964年至1984年 在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任工程师副处长 1984年至1994年 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1994年至1998年 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1999年起 任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 党组书记 是中共第13、14、15次人大代表 此外 吴建长还担任过野金部副部长 野金局副局长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美委书记 会长等职务 同时 还是金辉传物有限公司的荣誉董事长 江西同业和其他一些上市公司董事 不仅如此 吴建长和邓小平的另一位女婿张红 共同拥有的一家公司 合伙从美国GM手中收购了西式磁矿材料 主要制造商麦格昆辞 收购麦格昆辞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 帮助邓小平家族实现了掌控稀土市场的目标 中国有色在香港的三家上市公司 即东方有色集团 东方新元集团 银建国际 董事会主席都是吴建长 他把持着中国最异生财的行业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多年 他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 在香港还有多家上市公司 如金辉集团 百利大等 总资产超过数十亿港元 邓小平去世后 吴建长的地位也随之动摇 1997年3月 东方有色集团召开特别股东大会 宣布出售股权 业务重组 在这个会上宣布出售股权的东方新元 则公布两年前 已不再拥有独家从事有色金属国际贸易的特权 而这项特权 是东方新元1994年上市时所声称的 公司盈利的重要来源 后来吴建长的下台 也是因为邓小平退出权力中心 而丧失了有色金属的经营特权 虽然其子卓素也从事金属行业 还拥有投资公司 但其作为邓氏后人 影响力再也不复当年 邓普方是邓家长子 1944年出生于山西省左泉县 据说邓普方这个名字是刘伯承取的 取其纯普方正之意 中学时邓普方就读于北京第13中学 是当时的高干子弟学校 他于1962年在父亲的推荐下 进入北京大学技术物理系 文革时邓普方受父亲牵连 遭到迫害 1968年9月 在一次皮斗中 他被关到一间受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 从四楼沿水管逃跑的过程中 不幸坠楼 几股严重受伤 受伤后被送到北医三院 但因其反革命身份 医院没有给他做手术 因没能得到及时治疗 邓普方胸部以下完全失去知觉 造成高位截叹 半年后 造反派又把他送到北京郊外的清河福利院 文革结束后 虽然有机会到加拿大接受手术治疗 但他下半身已完全瘫痪 直到1975年 在邓小平付出两年后 才获得了工作机会 在中央军委办公厅行政经济管理处任职 1984年 转任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成为副部级干部 十年四十岁 第二年 即升任理事长 我们在之前的节目中提到过 改开初期 国门刚刚打开 很多商品经营都要特许证的 而这样的特许证一般人拿不到 高干子弟却可以轻易拿到 后来的倒卖计划物资更是如此 他们就是改开时期最先发财的人 被人们称为官岛或者岛爷 而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就是其中最大的岛爷 1984年9月 由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 投资600万元 外加一 中央纪委多付500万美元外汇额度 二 由经贸部授予出口经营权 三 财政部税务总局 急于免税待遇 三道金牌 康华公司诞生 由邓朴方任董事长 主营进出口贸易 1985年 获利997万 1986年 1756万 1987年 2200万 因缴税金 3056万元 全面 这就是邓朴方手里的小康华 在邓朴方初见康华时 还请了一位非常有才干的人物 于政胜 他原在国务院司机部工作 后被邓朴方看重 调入康华 因其出色表现 得到邓家一路推荐 跻身政治局常委 成为邓氏家族的代言人 小康华小事牛刀后 1987年 邓朴方请示中央 并游说十多位中央级老人 开始筹建大康华 1987年6月 总理李鹏 批准成立大康华 直属国务院 特批免税待遇 注册资金2亿元 石头1.2亿元 正是借着国务院的行政背景 邓朴方太子党的身份 退休官僚的裙带关系 和经济上的特惠待遇 康华顺风顺水裁员滚滚 邓朴方考虑 大康华是部级公司的架子 要撑起这个公司 必须有几位部长级的老干部 于是 他就拜访了原野金部部长唐克 唐克又向他推荐了 高阳文和周富典 都是唐的老搭档 曾任野金部副部长 这样 大康华的领导班子便定下了 董事长 唐克 副董事长 高阳文 总裁 韩伯平 时任北京市常务副市长 常务副总裁 周传点等 大康华成立时 财政部投入1.2亿人民币 小康华 及康辉旅行社 带入7000万资产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最初只筹建了7个二级公司 都是正局级 1988年3月 正式拿到营业执照 不足半年的时间里 康华便取得了 令人惊叹的成就 一直经营很好的小康华 自不必说 就是刚挂起牌子 拉起队伍 也可以自豪地 爆出巨额收益 其他二级公司也不差 康华国际信托公司 盈利700多万 康华国际租赁公司 业务量达1亿多元 周伏点拉人搞起的金属公司 盈利500多万元 高阳文组织人马 搞起的矿业运输公司 也盈利500多万元 康华综合能源开发公司 仅靠自己的关系 便融资几千万元 因为都是高干子弟组建的公司 他们也很会利用自己的优势 将很多属于工业部委的企业和厂子 拉到康华的旗下 也就是唐克提出的跑步方针 利用工业部委的企业和厂子 加上康华占有的免税补贴政策 那可是无本万利的生意呀 高阳文更是雄心勃勃 与空军谈判 想把联航划入康华 据邓普方下海始末一书披露 大康华做大后 美国来了高级经济代表团 同邓普方谈判 想把C130飞机的全套生产设备 迁到中国 日本也来了高级代表团 找康华谈判 想在中国投资 再建一座规模相当于保钢的大钢厂 香港的钢维真咨询公司 也来找康华 介绍美国最大的IAB保险公司 想同康华合作 打开国内保险公司 一统天下的局面 日木伊藤中商社来找康华 表示愿提供10亿美元贷款 年利率4.5% 大大低于当时英国莱布尔利的8% 美国最早与苏联做生意的哈默公司 也来找康华谈生意 据说哈默见过列宁 这次提出想见邓小平 在康华公关部副经理杨壮生陪同下 他如愿见到了邓小平 康华是高干子弟扎堆的地方 这些高干子弟进来之前 最大的也就是处级干部 大都是一班干部 有的还在单位不得志 但经过大小康华这样 有行政级别的单位历练后 小康华是听局级 大康华是省部级 进来时只是高干子弟 出来时都是高干了 没有人说得清 康华进来了多少高干子弟 又走出了多少高级干部 康华为中国官场培养 输送了多少市长以上的高级干部 因为物价飞涨 且渔清滚滚 中共高层在1988年8月份 开完北戴河会议后 决定对五大关岛公司进行审计 他们是光大实业公司 中国农村性拖投资公司 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 中网工商经济开发总公司 中网国际性拖投资公司 最终在八九学潮的巨大压力下 大康华被解散 六四以后 邓朴方不得不淡出康华 此后一直任残联主席 1999年12月起 享受部长级待遇 2001年正式明确为部长级干部 2008年3月成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11月成为主席团名誉主席 大家还记得 被薄熙来案牵扯的李庄呢 他是康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 这个律所的合伙人叫傅杨 他是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主任 是八老之一彭真之子 康达的副主任郑小虎 是当时最高法院院长郑天祥之子 另一位副主任林新玉 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峰之女 据说 康达的前身是康华公司的法律部 在康华解散后 才独立成律师事务所 众所周知 薄熙来也是太子党 他是八老之一薄一波的儿子 李庄案牵扯到了太子党之间的斗争 这里就不展开了 下面我们来说 邓小平的二女儿邓南 以及她的丈夫张红 邓南比大姐邓灵小四岁 比妹妹邓荣大五岁 在邓小平的几个儿女中 最像邓小平 所以 从小便受到父亲的重视和后代 据说92年邓小平南巡 邓南就是重要的策划人之一 文革时 邓小平被批斗 邓南去了陕西省的宁强县插队落户 碰到了北大物理系的同学张红 并与之结婚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 邓南和张红双双调回北京工作 邓南任科委副主任 张红调进中科院 张红虽然也做生意 但名气不大 收购麦格昆辞 就是吴建常和张红联手完成的 1971年 邓南的女儿出生 小明连面 大名卓染 是邓南和张红唯一的孩子 据说 在邓家孙辈中 邓小平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外孙女 比起邓染来 更为人熟知的是他的丈夫吴小辉 吴小辉只是出生在浙江温州的普通人 就是这个普通人 不但娶了邓小平的外孙女 还联合陈小鲁 朱云来等二代权贵 通过关系运作 将05年注册资金仅有5亿的安邦 打造成16年市值超过2万亿的安邦帝国 陈小鲁是陈一的儿子 朱云来是朱镕基的儿子 关注时政的朋友们也清楚 后来安邦变成了大家 吴小辉也被判了刑 但邓家人安然无恙 邓荣1950年出生 小民毛毛 是邓小平的小女儿 1966年 她在北市大女子夫中读书 是学校的红卫兵负责人之一 邓小平被打倒后 邓荣到陕北插队落户 认识了后来的丈夫贺平 贺平的父亲贺彪 早年是红湖赤卫队的队员 红二方面军的卫生部长 中共建政后任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 下放到江西卫生部武器干校 进行劳改 1973年邓小平复出后 邓荣离开陕北 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进入北京医学院 1977年邓荣从北京医学院毕业时 又赶上父亲第三次上台 靠着邓小平的关系 本来学医的他 被分配到组织部 不久就升任副处长 1979年被派往美国 任驻美大使馆三密 回国后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研究室任副主任八年 邓荣是邓家子女中知名度最高的 不是因为官位高 也不是因他常陪父亲在外面行走 主要是他是父亲的使官 曾写了《我的父亲》 《独小平》和《父亲邓小平》 《在文革岁月》两部书 这两本书被译成俄 英 日 韩等十多种文字版本 与邓荣相比 邓家的三女婿贺平 也是大名鼎鼎的太子党代表人物 陈鸿之子也是中信老板 陈鸿生 中国保力集团董事 常务副经理 原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仁佑子 看了老板名单 你就知道 保力是中共太子党的根据地 还记得我们在改开的细节一里面讲过 特区设立之初 政府和军队疯狂走私 任仲仪还因为广东走私猖獗 多次被叫到北京开会 为了让军队走私规范化 1983年解放军总参谋部中信公司 联合组建了一家对外贸易公司 时任中信公司总经理的徐兆龙 为公司起名保力 取保卫胜利之意 王军 贺平等都是公司的创始人 1999年3月 因中共要求企业和军队脱钩 保力集团改由中共中央大型企业工委领导 并由原来的进出口贸易 转为多元化投资房地产 旅游 高科技开发 文化产业等领域 在房地产投资方面 保力先后投资过北京丽金花儿别墅 上海证券大厦 广州中天广场 哈尔滨保力科技大厦 广州红棉花园等 旅游方面 保力先后投资北京保力大厦 保力国际旅行社 四川酒债沟新酒债宾馆 四川黄龙华龙山庄 武汉白玫瑰大酒店 上海海洋馆等 在高科技领域 保力先后投资 保力新数据光盘公司 中国东方通信卫星公司 保力通信公司 保力电子公司等企业 在文化产业方面 则有保力文化公司 保力艺术博物馆 保力剧院等企业 除了大陆 保力集团在香港有多家全资子公司 并在俄罗斯 缅甸等地设有办事处 不过 该集团在美国的分公司 1996年 因向美国黑道出售 AK47 从贝勒令关闭 贺平原是解放军总参谋部之下的装备部部长 兼保力集团总经理 后因争取副总参谋长失败 才辞去军职 开始全职经商 把保力集团变成了太子党的大本营 做起了军火生意 直到2010年5月 保力集团总经理才由陈鸿生接任 在邓家子女中 邓荣和邓志芳是最早进入房地产的 1994年 即邓荣陪伴父亲南巡两年后 他就到香港推销 其在深圳的房地产项目 早在国内98年住房市场商业化之前 据说邓荣在深圳 有一家叫月华的地产公司 还曾亲自向香港富商推销物业 而邓荣的丈夫贺平 同王镇的儿子王军 经营包括军火生意在内的保力集团 在香港也有多家上市公司 如新海康航运公司 保兴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 邓小平南巡后 国企 政府机关 警察 军队 纷纷开始发展服务业 如酒店 旅游 房地产 政府部门积极创建公司 并大举进入股市圈前 很快就从官员变成了大富翁 邓志芳是邓小平的第二子 生于1952年 小明飞飞是邓家最小的孩子 据说邓志芳读中学时 就爱好无线电 头脑很聪明 文革时到山西插队 在邓家几个孩子中 邓志芳一直是家里最低调的 资料很少 公开的照片也不多 邓志芳也像邓家其他孩子一样 是在邓小平第二次付出后 被推荐到北大上学的 1983年 31岁的邓志芳 携妻子刘小元赴美留学 获纽约周罗彻斯特大学 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 妻子刘小元 曾与他就读于美国同一所大学 获得生物物理学博士学位 据说 刚开始邓志芳夫妇申请美国学校并不顺利 后来有人将其身份透露给美国政府 两人才获得了多家学校的录取通知 1984年 刘小元在美国生了一个男孩 他是邓小平唯一的孙子 邻居都亲切地称呼他为小弟 邓小弟则是他早期的中文名字 后来 他改了奶奶卓琳的卓姓 就读于美国杜科大学法学院 毕业后在华尔街一家律所上班 2011年9月 因涉嫌骚扰女同事被捕 后以20万美元私了 据美媒报道 邓小弟在律所担任助理期间 住在华尔街附近一幢价值300万美元的高级公寓里 再来说邓志芳的四方公司 邓志芳原来还是邓家比较干净的 但在92年南宣讲话后 他却趁势而起 后来居上 90年代 在邓朴方因康华公司被解散不得不退居二线后 邓小平的幼子邓志芳开始经商 不但组建了四方公司 还很快就从中信新业公司的副总工程师 升任副总经理兼工程师 最后担任董事长 父亲南巡后 邓志芳界深圳联堂地产公司名义 在盐田黄金海岸的沙头角海沟路口 免费圈地30亩 再加上之前在虹桥开发区圈的土地 成立了四方房地产公司 接管了大连立港房地产公司 不仅如此 香港也有邓志芳的产业 90年代 邓志芳同首钢董事长之子周北方 富豪李嘉诚 以5.8亿港元收购了香港玩具大王 丁氏兄弟的开达集团 成立首长四方有限公司在香港上市 港澳富豪纷纷认购 四方公司不仅在上海有庞大的产业 如由63栋大楼组成的西郊花园 还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珠海、大连等 近10个大中城市大肆贩卖土地使用证 用尽了太子党的特权 邓家儿女从推荐上大学 到毕业进大型国企或者机关 亦或是开公司 跟帝制时期的皇亲国期没什么两样 管制物资特许证随便卖 财政资金随便用 提取外汇不受限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可以说想尽了特权 以上就是邓小平家族的基本内容 下次我们来讲陈云家族 冲破意识形态的迷雾 用更广阔的视角理解历史 理解我们当下的生活 我是莫吉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